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中移动941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选选 原因是中移动上半年盈利增加8.4% 中期派息增加超过一成 去到每股两个四毫三 并承诺全年派息比率升到七成以上 根据彭博总和劝商的预测 中移动今年预测息率7.3厘 明年7.9厘 什么都比同业中电讯和中联通高 去年就是公司5G资本开支 投资高峰期价最后一年 今年起的未来三年 资本开支会逐步减少 今年资本开支是1832亿人民币 按年减少1.1% 在三大电讯商之中 率先降低资本开支价企业 随着资本开支降低 中移动可望草银蛋 谋作派息用途 走势上纳 中移动昨天升川前高位65元区 收布66.05元 下站看2019年3月高位68元区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 给予他12个月目标价84元 中箭可作为参考 回吐息宜守住上升贵大约62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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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